在全球最敏感的边境对峙线 两个站岗的士兵竟在这里互相吐起了口水 双方你一口我一口互不退啊 然而他们的脸上却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这是2000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共同警备区 某半超10万人打出8.8分的那天高分 该片上映后不仅席卷了所有韩国国内各项大奖 还获得童年柏林金雄奖以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被誉为韩国影史上最伟大的一部作品 故事发生在朝鲜半岛中西部的板门店 这里又被称作朝韩共同警备区 在这个不足50厘米宽的水泥县两面 同一个民族的人面对面站着 但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接触 就连影子过界了都不行 在这里任何一个小举动都会引来全球观众 一个游客的帽子不小心被风吹起 结果正好掉到了水泥县的另一边 这时一名朝鲜士兵将帽子捡起并递了过来 此举立刻引来其他游客疯狂拍照 韩国的边境士兵赶忙上前驱立 双方虽然早就签订了停战协议 但暗流涌动的斗争却从未停止 这天一队韩国士兵案例执行侦查任务 可由于天色太暗 他们不小心越过界限 结果误入近北朝鲜的领地 众人顿时下得惊慌失措 队长立刻带人开始悄悄撤退 但正在一旁泄洪的秀赫对此却全然不止 等他结束后队友们早已没了踪影 而更要命的是 自己竟然还不小心踩到了一颗地雷 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卸下背包 用无线电向队友求救 可这里根本就没有信号 这时尾堂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 秀赫立刻举起枪戒备 好在跑出来的是一只小狗 然而就在他以为是虚惊一场时 一名朝鲜士兵却紧随气候钻了出来 两人四目相对 显然朝鲜士兵对此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短暂的迟一步后双方迅速掏枪对峙 凭借敏锐的手法秀赫率先抢占了先机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此时另一个朝鲜士兵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 很快就将他的武器卸掉并控制在了原地 见此情形秀赫赶忙把自己踩雷的事告诉了对手 并警告他们如果再靠近 自己就要来个鱼死网坡 两个朝鲜士兵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原本就是来寻找丢失的小狗 并没有打算处置这个贸然入境的敌人 可就在他们转身准备离开时 秀赫却却在身后突然大喊起来 虽然双方身处在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 但由于片刻后北方士兵老吴还是决定冒险失救 最终成功帮秀赫解除了地雷的威胁 老吴将拆下来的隐信送给秀赫留作纪念 随后便和队友潇洒地转身离开 而正是因为这次意外相遇 双方在边境线上再次碰面 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善意的笑容 为了感谢老吴他们的救命之恩 秀赫写了一封感谢信塞进烟河 然后奋力扔进了北方的哨港 没想到第二天对方就扔来了回信 这让秀赫心喜不已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双方通过这种互扔书信的方式交流 他们以兄弟相称 互相分享着彼此的爱好和其他非军事秘密 随着他们有意地不断升温 这天秀赫竟然鼓足勇气跨过了边界线 当他独自一人走进北方哨港时 两个北方兄弟瞬间就呆住了 因为一旦被人发现 这可是要枪毙的重嘴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 新兵阿正在信中开了一句玩笑 说让秀赫有时间过来看看 没想到这个白痴朋友竟然当真了 得知真相的秀赫只好失落地转身离开 不料这时阿正却将他一板拦了下来 随后三个人躲进地下室 开启了他们相识后的第一次聚会 可酒后吹牛是所有男人的统领 老吴和阿正嘲笑南方士兵全是损包软淡 根本没有什么实际作战能力 秀赫听后自然不服气 当即炫耀起自己的拔枪速度 阿正顿时下的酒壶掉落在地 显然秀赫的这种举动并不合时宜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错误 又将枪口对准了老吴 老吴不愧是酒精沙场的老兵 镇定自若丝毫没有畏惧 等秀赫耍帅结束后 老吴拿起一把冲锋步枪 干脆利落地拉上枪袋 秀赫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 老吴告诉秀赫 在战场上速度和枪法并不是最重要 而如何保持镇定并且大胆行动 那才是御敌制胜的关键 自从有了第一次相聚后 三人的感情也愈加亲密 秀赫不但走动得更加频繁 还经常带一些小礼物 送给两个北方兄弟 老吴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打火机 阿正则获得了一本波涛汹涌的美女杂志 就在三人看得入迷之时 门口的小狗突然狂吠不止 原来是朝鲜的边防军官过来查岗 老吴本想上前解释 结果被一脚踢进了河沟里 好在军官并没有察觉到地下势里有人 只是警告他们不要再善力之手 在此后的日子里 秀赫经常用望远镜观察北方少岗里的朋友 看着他每天开心的样子 同在一个少党的兄弟成直羡慕不已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秀赫的脑中闪播 当天夜里秀赫带着成直一同前往北方 可胆小的成直对此却始终忐忾不安 面对老吴友好的伸手事宜 他迟迟不敢回应 好在有秀赫在一旁鼓励 成直最终还是勇敢地伸出了手 四个原本对立的边境士兵 很快就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他们每天晚上偷偷在北方的地下室里欢聚 一起玩着儿时的小游戏 互相分享彼此幸福的童年生活 中秋节这天秀赫和成直还带来了南方的乐部 老吴不禁感叹北方怎么就做不出好吃的糕点 这瞬间勾出秀赫藏在心中已久的一个想法 他试探性地问老吴想不想来南方生物 然而这句话却触及到老吴的底线 他吐出嘴里的乐饼 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可见兄弟有意在触及到国家关系时依然还是有没趣 但随后老吴又把吐出来的乐饼再次塞进了嘴里 因为他深知这段友情有多么来之不易 四个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提及关于政治的任何话题 然而愉快的时光果是短暂的 由于朝鲜单方面宣布退出和不扩散条约 使得半岛局势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双方在边境线上的对峙也予于俱增 秀赫知道以后可能再也不能过去了 但成直却说三天后就是阿正的生日 至少应该过去和他们道得北吧 四个朋友最后一次围坐在地下室里 他们举杯痛 互相给对方写了一张字条留作纪念 成直送给阿正一套精美的画剧作为生日礼物 希望他能实现成为画家的梦想 这让阿正瞬间就红了眼眶 秀赫打算和老吴阿正拍张照片 可成直在拍照时却怎么也找了好角度 总觉得身后的领导人画像背景太过突兀 最终三个人将头贴在一起 完美地拍下了一张合影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就到了最后分别的时间 四个人在一起抽完最后一根香烟 可就在秀赫和成直准备离开之时 被一声枪响 军官倒在了血泊中 寂静的警备去顿时警报声大震 跑在秀赫和成直最终顺利逃回了南方 但军官的死却让本就紧张的局势再次升级 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并查明真相 周立国派出瑞士及韩裔军官苏菲前来调查 可是面对苏菲的讯文 南北双方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南方表示是北方士兵越过边境线路走了秀赫 所以秀赫才会挣脱束缚 最终杀死朝鲜军官逃回南方 而北方则说是秀赫独自一人闯入了北方绍港 将一名边防军官和绍港新兵残忍射杀 双方各执一词 让调查意识陷入了罗生门般的将军 而作为当事者的秀赫和老龙 在录完第一次口供后双双保持沉默 再也不愿意配合任何调查 可苏菲在对现场政务重新勘查后 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点 她发现三名北方士兵共中11枪 但现场却只留下10颗弹壳 还有一颗子弹凭空消失了 而通过对所有南方士兵的枪械进行和解 在二等兵承植的枪管内发现了残留血尖 经过化验对比 血液与现场死去的北方士兵阿正都完全吻合 这显然与承植之前的不在场口工部分 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 承植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她本想吞枪自禁 可因为枪里没有子弹 最终只好选择了从楼上一跃而下 好在楼层不高她并没有生命危险 随着苏菲的调查更加深入 真相似乎也渐渐要浮出水面 她将南北双方代表交到一起 现场演示了对事件的初步分析 看着录像里承植吞枪跳楼的场景 秀赫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就在她要说出真相之时 老吴及时出手制止了她 愤怒的吼声让秀赫重归清醒 苏菲的调查也就此被迫中断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上级却突然给苏菲下达了新的调令 苏菲此刻才明白 对于南北双方而言 只有掩饰真相才能真正维持和平 但离开前她还是再次找到秀赫 将自己的调查进展全盘拖出 她希望秀赫能告诉她真相 而作为交换 她会将这份调查报告永久封存 秀赫听后终于将那天的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原来当时北方军官进屋后 双方持枪对峙并没有开枪 军官看到桌上的烟酒 立刻怀疑老吴他们叛国突然 老吴只好谎称对方是来商讨投北的南方士兵 可军官对这样的话根本就不信 他命令阿正立即射杀这两个非法入侵的敌人 混乱的局面让阿正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根深蒂固的忠诚意识让他将枪口对准了 刚刚还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朋友 危机关头老吴展现出一个老兵的沉着和淡定 他劝所有人都要冷静 因为开枪并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两国的军事危机 在他的劝说下 双方终于将手里的枪放下来 本以为危机暂时解除 不料这时收音机里突然响起了歌曲 军官的对讲机也随之有了声响 就在军官准备掏对讲机时 只听哼的一声枪响 承直果断开枪射中了军官 阿正见状本能地伸手去摸枪 结果被承直一枪射穿头领 秀赫立刻抬枪补射 一枪射断了阿正的手指 接着他又将枪口对准老吴 好在子弹卡住了枪桃 老吴这才保住了性命 各种阴谋圈套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将枪里的子弹全部倾泻在阿正的身上 全然没有了刚才送礼物时的温情 此时的承直已经分不清敌友 秀赫也吓得贪软着坐在了地上 唯独老吴在危机关头始终保持清醒 他拿过承直手里的枪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军官射杀 接着他把枪擦拭干净交到秀赫的手里 将地上那把卡壳的枪交给承直 为了伪造现场状况 临走前老吴让秀赫朝他开一枪 子弹射中了老吴的肩膀 眼泪如血水般在秀赫的眼眶里打转 出门后外面的警报声响起 承直见状丢下秀赫独自一人朝少岗跑去 双方士兵随后在边境线上展开对手 索性最终秀赫被南方士兵成功救了回来 得知真相后的苏菲找到老吴 问他会不会原谅南方的兄弟 老吴说如果事情发生在南方上 换作是他 他也会先开枪的 老吴让苏菲把打火机还给秀赫 秀赫知道老吴已经原谅了自己 而那颗消失的子弹 其实射在了录音机上 是老吴将录音机扔进了河堂 所有的谜团都一一被解开 但苏菲最后却提了一个不该说的细节 근데 오준사 증언 중에 하나 다른 게 있더라고요 정우진은 남일 병이 아니라 이 병장 청해 죽었다는 거예요 워낙 순식간다 이 병장이 잘못 기억한 모양이죠 아니면 오준사가 틀렸거든요 하지만 1초 먼저 쏘고 늦게 쏘고 그런 게 뭐가 중요하겠어요 原来成直才是那个快枪手 他一枪射中了阿正的手指 是秀赫的骨射导致阿正最终丧命 临别前秀赫向苏菲进了的军礼 苏菲祝愿他早日康复光荣退伍 可当秀赫走后 苏菲发现那个打火机被留在了床上 他立刻意识到不对 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秀赫趁机抢走警卫的手枪并将人打晕 然后强忍着疼痛跪在地上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他最终满怀愧疚地倒在了血泊中 时光再次回到那个平静的午后 老吴将被风吹过街的帽子递了过去 这一举动立刻引来其他游客拍照 在快门按下的一瞬间 阿正恰好从老吴的身后路步 此时城址也站在边境线的两侧 而驱离游客的士兵不是别人 正是秀赫 随着画面的色彩逐渐退去 四个曾经的好友被永久定格在了胶片中 而地上那条水泥线 却将同一民族的人们深深割裂 故事至此全部结束 好了我是利格 我们下期再见